这只猫我养了三年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抱过它 今天我想破一次例 我很好奇把它抱在怀里 它是什么样的反应 估计很多粉丝朋友也想看 之前一直有人跟我说 你怎么不抱你家的猫 其实不是我讨厌它 也不是它讨厌我 主要是平常除了蛆虫 我从来没有给它洗过澡 它日常的生活 可不是跟城里猫一样 天天待在家里 它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要么抓老鼠 要么抓蛇 反正家里的老鼠 已经被它抓绝了 它只能去外面抓 所以这种情况 你说我还敢随便抱它吗 我抱它就约等于抱老鼠 还有个原因 就是它从来不上我的床 它也不会上饭桌 所以我觉得更没有洗澡的必要 但是这一次我打算抱它 我准备给它弄干净一点 洗澡肯定是行不通 它会把我挠死 我觉得这个可以代替一下 比我想象中还要厚一些 给你洗一下 看看你脏不脏 洗一下肚子 洗一下杂质 洗一下杂质 还好 不是特别脏 好了 现在准备抱一抱它了 小月饼 第一次抱月饼 我养了都好几年 哎呦 哎呦 第一次抱就挠我 哎呦 哎呦 你别挠我 月饼 还没有被抱过 你有点害怕是吧 应该是我的方法不对 好像是这样的 月饼好拒绝 但他没有挠我 吓到我了 有点吓到我这家伙 哎呀 你好重啊 鼠套的背面 刚好可以给我家的狗洗一下 不浪费 给你洗下耳朵 很明显 狗比我家猫还是要脏一点 这都直接黄了 去看一看 我前几天领养的那只花猫吧 咪咪出来 没有几个猫受得了 农生土渣的诱惑 最近他比较喜欢 待在我家棚子底下乘凉 我就在那边给他做了个猫窝 咪咪 看来他还是比较喜欢 刚坐完他就睡进去了 有时候我家月饼还会过来陪他 没完到一块了 咪咪 有点心里没有骂我吧 这只花猫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肚子上有个圆点 跟一个汤圆一样 咪咪过来 咪咪过来 诺咪把他吓跑了 我今天去拿个快递 我家糯米一直跟着我 诺咪过来 糯米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这家伙跟了一路 这家伙跟了一路 哈哈哈哈 哎呀,总算跟我回家了 跑得累死了吧 总是干过你一样的蠢事 糯米 你个傻糯米 在院子里玩累了 玩得跟狗一样拖舌头了 是个婴,你不知道要是天守吗 那是个婴 对这个婴 对这个婴